一场孕囊为茄子行,准,轻功图为男宝,准,十男九楼,准早期肩红过一次,七个月又肩红了一次,肚皮,乳孕,脖子变黑,人变丑,准,无创DNA凭女宝,不准,肚脐也突出,肚子尖,准,太动侧男女,准,孕前几口味清淡不喜欢肉食,水果吃很多,基本无孕图反应, 后期洗甜,肚子往前张,走路轻松,后面基本上看不出是孕妇,目前想到的只有这些老,看了两指半,马上叫家属拿上东西进代产事了,我顶着三分钟,一次六十秒左右的工作,在老公和一个护士的搀扶,就走到了代产事,再次内检,还是两指半,工作忍受不住,还被助产事叫去散步做瑜伽球, 收一开开纸没有那么快的,走两步发现不行了,叫内检发现开字纸了,马上叫来麻醉师打无痛,麻醉师让我圈成一个虾米的形状,还要保持一动不动,不让金子会导致扎不进脊柱,没有效果,重新扎针,重则瘫痪,刚好我公缩很密,要等一阵公缩后,自己多锁完了才能开始, 感觉挤住一阵巨痛,然后加了个管子进去,反正过程不舒服,为了减轻痛感,无痛观察了半个小时,我又回到了代产事 刚好23点30,躺下准备睡一觉,说养好精神有力气生孩子,结果躺下不到40分钟,我就有大病感,助产事说,一弹又打了无痛一把会延长产程,开局也会慢,没有破水可以去厕所,结果在厕所破水,马上又弹回床上,内检说,宝宝头顶着公口水不会继续流, 没时,我又打算睡觉,结果两分钟一次的高病感来袭,觉得忍不住小乡下用力,一凌晨0点助产事准备交接班,问我是否忍不住这种变异,我说可以,然后就默默躺床上痛哭流气,老公看了也觉得好难过,到了0点40时在想上厕所, 刚坐下觉得宝宝头要掉出来了就和助产事说,不行了,要生了,裤子都没齐,躺床上内检,一检发现宫口全开了,马上掉进产房,公缩和便宜感觉不会走路了,一点爬上产床躺着感觉没那么痛了,然后先来了一个很凶的助产事交用力,我力是会用,但是憋气不够长,没有力气, 后来助产事说,我本来的养水偏少,两个小时顺不出来就拉去扑,我当时就害怕了,但是有无痛放在感觉不到强烈公缩,助产事做好了准备工作,把无痛放关掉了,公掉了郁闷公缩,来了叫我鼻子吸气,然后气往肚子上走,憋气向下用力数的时,我用了两次力说看见头了,但是再没有力气了, 后来喝了半罐红牛,休息了一下,一看一点四十分了,接着两次用力,第三次就泄气,后来自己攻口这样的难受,就拼了老命连续使了三次力,宝宝投出来了,到肩膀的时候,用力要变得一点一点输出,不然撕裂严重, 两次以后一股暖流加坨肉肉出来了,实在是太爽了,一点五十六分,听到了哭声以为苦难结束了,助产事叫我猜男孩女孩,凭着直觉说了句男孩,果然啊,举起来给我看蛋白,但是我想看脸啊,就把宝宝抱旁边生众穿衣服去了,我在产床上被检查伤口,轻度撕裂, 说是撕裂很少很少,但是缝针足足缝了二十分钟,三层,找不到语言形容,反正我喊得整层楼都听见了,接着就是观察两小时,助产事交代各种注意事项,说了半个小时,说到生死历劫,我憋头看了眼旁边的宝宝,安静一场,两个小手手舞足蹈的,虽然不是想要的小工具,但是有他我也很正常,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